男子一丝不挂躺在旅馆床上 紧紧搂着一名女性 但照片中的人是胸腔科名医苏毅峰 本人觉得好冤枉遭人移花接木变脸 甚至传来恐吓他 用一种恐吓取材的方式 说有收到这个讯息 需要你拿钱出来解决这件事 暗示大概要三五十万来搞定这件事 原来日前有多名医师及大学教授 遭到犯罪集团盯上寄邮件恐吓 要他们速速加赖解决 否则私密照就会被公诸于世 但这一切都是假 犯罪集团拿来变脸的正是受访时的照片 仔细比一比 两张照片头像完全一模一样 只有经过左右颠倒及简单的变色处理 光是联合医院就有多达三百名医师受害 他跟背景的颜色脸的部分特别的亮 一看就假假的 然后在脸又刚好对准你 解析度也不一样 眼见不能为凭 原来这换脸技术早在中国流传 警方也查到是中国犯罪集团所为 豪在嫌犯身为辩脸技术太过粗糙 目前国内并没有任何人上当受骗 不过面对选举将近 中国借选手段加强 制造一波波辩脸恐吓影片 恐怕要强大声位技术认知战 三首王医学来信仪台北